哇 這些東西變得好大喔 那個大雨滴砸下來 我會不會全濕啊 天啊 不要怕 不要怕 我有帶雨傘來 太厲害了 妳知道後面照片都是用手機拍的嗎 騙人 真的啦 騙人 可是我的手機都拍不出這麼近的照片呢 因為妳沒有在上面加這種鏡頭啊 我還以為那種照片都是用我這種大相機才拍得出來耶 也不一定啦 其實用這個也很好拍啊 妳看 欸 騙人妳知道其實用手機拍微距啊 其實它很好用耶 怎麼說咧 喔 因為其實我們只要按螢幕去對焦 然後再按快門拍照 妳就可以拍到照片啊 就不用像相機那樣妳還對焦對半天 它還調光圈快碼iPhone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有一個螢幕 然後妳就可以很輕鬆的低角度的去拍些小花小草小昆蟲 對對對 這樣子妳就不用像拿相機還要觀景充 這樣拍很低這樣拍 這樣用就很方便 真的耶 像這台相機 長鏡頭加上微距鏡體積又大 拍照的時候要注意好多東西喔 像是光圈啊 如果調太大的話 整個畫面就會很模糊 喔 很模糊是因為妳景深太淺了啦 什麼是景深啊 景深就是指妳的畫面被拍清楚的範圍啦 不是指那個模糊的地方喔 比如說我們拿這張範圍照片來舉例 這張照片呢 它是前景深的照片 妳會看到它的清楚範圍只有某個主體 但是背景全部都是模糊的 那這張照片就是長景深的照片 妳會看到它的主體跟背景都會是清楚的 所以景深呢 有長有短 對 就靠光圈來去控制 或者是妳的感光圈鍵大小也會影響到喔 喔 原來是這樣喔 對 沒錯 那正在看影片的各位觀眾朋友 妳聽懂了嗎 我是還有一點迷迷糊糊啦 不過我今天有帶了很多公仔來 我們可以直接請老師教我們怎麼拍攝嗎 好啊 那不如我們就直接開始拍攝第一個畫面吧 好 現在我們來實拍吧 那我們在拍照的時候光線很重要 所以我們如果在下午拍的話 就可以利用窗光來做拍攝 那我們把我們要拍的東西 一起靠近窗邊來做拍照 並且找一個有燈光的室內 把室內的燈打開來喔 如果不開燈的話就會變成這樣 好暗啊 所以我們還是把燈打開吧 這樣子妳的拍攝的畫面的反差才不會太大 那接下來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如果說是妳用普通的 就是直接相機上面的鏡頭拍攝的話 妳拍到的大小大概會是長這個樣子 如果加上了這顆鏡頭之後 妳就可以把拍攝的距離變得很近 就可以拍攝到變很大的畫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畫面當中把 好啊 這個樹藍變得很大的 我也想要拍拍看 好啊 老師我想要拍開看這個貓咪 那我幫妳佈一個場景好不好 好啊 一樣也是放在窗邊嗎 對啊 一樣用窗光然後去做拍攝 這樣看起來應該還蠻可愛的 我來試試看 對我們試試看吧 老師可是 我這樣子拍它都是糊的耶 所以妳可以點螢幕去做對焦啊 點一下這個螢幕 真的耶 對 轉過來一點 發現這個鏡頭真的可以伸得很近很近耶 對啊那個貓咪的臉就會看起來比較大了 真的 而且後面還會有前景深有沒有 對還有那個熱水皮 老師妳覺得這樣怎麼樣呢 喔好可愛喔 如果妳可以再把它拍亮一點的話應該更好 好 那怎麼拍亮呢 那怎麼拍亮啊 對妳先把勾圖再弄回去 這樣子的勾圖 對 然後點一下畫面 嗯 把它往上拉一點點 這樣 往下拉就變暗嘛 然後往上拉就變亮起 看妳要拉掉多少 對像這樣就還不錯 嗯 耶好可愛喔 哇超Cute啊 欸芊瑜妳有沒有發現手機拍到真的很簡單 對啊 都不用管相機的一些設定 嗯 其實只要注意好光線 還有我的構圖要怎麼樣很有創意 就可以拍出有趣的照片耶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相較於相機的重量 手機真的讓我們女生拿起來輕鬆很多耶 沒有錯 而且啊 像手機的上面還可以夾很多不同的鏡頭 但是有出長焦的望遠的鏡頭 你可以拍到8月的東西可以拍很大 嗯 或者是有廣角鏡頭 你可以把建築物都包進來 嗯 或是讓你的人物變成大頭狗的那種感覺 或者是欸其實還有一種鏡頭 上面還有五光燈 喔那個我知道 那個拿來自拍超漂亮的耶 女生最懂這種東西 最愛了 對啊 所以有這些鏡頭就很方便 像大俠這次提供了給我們這個兩用鏡頭 可以做微距或是說用廣角來拍攝 這個真的很方便 嗯 觀眾朋友們是不是也都很想試試看 自己來拍攝微距攝影呢 我們現在啊 歡迎大家籌稿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秀出你最有創意的作品 我們呢 會選出最棒的作品 送大家我珍藏的熱水瓶貓咪喔 歡迎大家踴躍來參加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拍到這裡 歡迎大家來點讚訂閱還有分享喔 這裡是我們的官方LINE 那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到我們官方LINE來留言喔 然後不要忘記了 我們9月10號 有一場明捷人像拍攝的一個課程 也歡迎大家有月報名參加喔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我要講什麼 不要講說話 千鈺你有沒有發現 用手機拍微距其實很方便耶 對啊 And then 比暗 為什麼 infinity dimension 極